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胃气不足 则消化能力下降 有这些问题的人 不妨在吃饭前揉一揉羊齿穴 下面大家就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羊齿穴的位置 下面来找一下羊齿穴的位置 在手背上 把手向下压 那这里出现呢 这里大概是晚恒纹的位置 然后找到第三和第四掌骨的中间 往下摸 跟晚恒纹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这里呢 就是羊齿穴的位置 找到羊齿穴的位置之后 我们用拇指按住它 往下按揉 稍微用点力 因为羊齿穴的位置是比较深的 左手按揉五分钟 接下来换右手 同样 右手的手背上 首先找到晚恒纹 手向下压 这里是晚恒纹 然后呢 找到第三 第四掌骨 中间 往下 跟晚恒纹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凹陷处 这里就是羊齿穴 同样 左手我们也按揉五分钟 在饭前 左右手各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 往下 对 好 可以 开始了吗 好 羊齿穴呢 是 羊齿穴是囤积热量的位置 刺激这个穴位 可以迅速的振奋中焦脾胃的阳气 改善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好了 那今天这个 按揉羊齿穴 改善胃胀的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